走 好好走 走 快走 走 好好走 快走 夏兒 夏兒 怎麼讓我看見了? 爹, 怎麼了? 夏兒 爹, 怎麼了? 坐下, 坐下 怎麼讓我看見了? 我真不知道 看見什麼了? 爹 怎麼讓我看見我? 這真怎麼了, 爹 爹 快快把張靖虎叫來 爹 別著急, 別著急 慢慢說, 別著急 夫人, 你看見老爺了嗎? 沒有 我找有事兒禀報 你禀報什麼? 有兩個小子 繡花龍鬧事兒 還打死了尋浦大人的小舅子 石靖虎 爹 怎麼了? 我怎麼了? 你, 你知道嗎? 你抓住那兩個兵犯是誰嗎? 我管他是誰呢? 三拳兩腳把他給打趴下 抹肩頭籠二背 我把他送進大牢 什麼事兒? 我那小兒啊 我那小兒啊 怎麼了, 爹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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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闖下了大祸 我 我怎麼了? 爹 這是怎麼了? 岳章大人 您來了 快去訂口棺材 石靖虎的屍首早就撿走了 訂棺材幹嗎? 是 你叫那棺材不掌櫃的 掌櫃的 在棺材底下 挖一個 挖一個 揚词 長槍 挖耀槽幹嗎? 你、 這麼笨 你要是不挖一個 老爷子 敖曹 你们家老爷 他能挡得平吗 你又喝多了 真是 说我呢 老爷子 我喝多了 张成 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 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 张成 过来 过来 爹 来 雪花楼的人民案我听说了 你们当差当得好 老王爷喝醉了 没事 张成 你还不快去买棺材 快去 按老太爷说的 是 我就去 是 是 岳掌大人 不知是什么事惹得岳掌大人如此之生气 好 好 杰雪 我 我是你的 老爷子 我给你跪下了 有话 您说 你赶紧去看看 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谁呀 什么人 是什么人 不就是罪犯吗 死罪 死罪无疑了 这到底是什么人 不就是打死石井虎的那两个人 爹 你赶紧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好 我这就去看看 死罪无疑了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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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带到这什么地方 皇上您想 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属里 这么说 你我是让刘庸给抓起来了 不是他还有谁 这大胆的刘庸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皇上千万不要生长 怎么了 皇上您想 您是从何处而来 银红姑娘说 您打死的又是何人 破皮无赖 就是 这种事起不成了 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 为了一个娼妓 这种事起来 争风吃醋 大大出手 治人死命 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 皇上恕罪 不是奴才说的难听 他流流国就是要这样断案的 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当然 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 只是 只是 此事传扬开去 圣上的名声 都是你 奴才知罪了 不过事已至此 只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 那你说怎么办 奴才以为 刘罗国审案子的时候 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 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 堂上刘罗国认出了奴才 必然下堂相迎 等进了客厅 将军队秉退左右 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这不一样 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皇上声明 其一 奴才令他守口如瓶 其二 皇上 等过些日子 这阵风过了 找个茬治他个罪 他脑袋掉了 还跟谁说去 行了 行了 张成 还是王爷 说得对 快快快 给我盯盯盯棱棺 老爷 当真要定 是 那棺棺棺底 挖草 好 装装装装装 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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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张成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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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您有什么主意吗 王爷 您再想想 也许还有救 我现在就去见假写罪去 我现在就去 万万使不得 你若去牢中接驾 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 是 皇上岂能饶过你 是 即便是手口如瓶 也总是皇上的一块心病 万一稍有油盐 你必死无疑 是 是 不 我去找人偷偷把皇上放了 这也不行 你想想 你无端把皇上放了 非但不念你好 反而认为你是贪赃王法 草菅人命 竟然杀人命犯问也不问 别开牢放人了 这戒不得 这迎迎迎迎迎迎不得 放下不得 这如何是好 岳壮大人 老太山 爹 爹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喝 郭爷 如何是好 郭爷 咱们一人聊 再喝一杯 好 你不敬我一桌 对 我敬老台上一杯 我敬院长大人一杯 我敬院长大人一杯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院长 犯君如犯虎 别犯人了 半天半天 咱们还是想想办法 是 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有了 你先别说 咱们把个子想的高招都写在手上 看看谁得糟糕 张超 拿笔 是 你话 咱们 describe 谢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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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是 点上几个蜡烛 弄得迷迷糊糊的 千万不要看清楚脸 到时候让家人再来点 带凶犯 带凶犯 大胆凋鸣 见了本官为何不乖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 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 我给李先跪放肆 你敢藐视本官 来呀 拉出去重打五十 你敢 你不 不就是跪了跪就跪 你姓神名水 从事招来 堂上昏乱 看不清楚 你想离开就知道了 像你这种泼皮无赖 想也是个 猙獰丑恶的面孔 本官并不想看 本官只是问你 你姓神名水 我乃过楼可上 姓和 名申 和申 和申 对 和 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慧是一样的 没错 一模一样 长得也非常像 下来你看 狂屁 和大人 歹朝中重臣 他的名慧 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 你不但不避讳 反说是一模一样 难道说和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傍坚定之徒 是一模一样的 你少啰嗦 石敬虎谁杀的 那是圣 圣什么 圣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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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混蛋 圣圆有 你可知罪 圣圆有 本福问你话 他呢 圣圆有 圣圆有 是 您 像这种恶霸 横行相礼 维非坐膽 人皆可诛 对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为民除害 天地共吉 这顺天济民之势 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呢 一派胡言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杀人偿命自古如此 皇亲国戚也不例外 岂能容你这奸商雕民 胡作非为 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 住口 当今 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 心忧天下日理万机 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 为争一歌迹 与一泼皮无赖 大打出手 致人此地 你竟敢拿这种会行 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 这分明是诽谤圣上 大逆不道 来呀 护人 大行厂吼 找我了 你先守住这俩逮徒 待本官带人救往火再来审讯 是是 来呀来呀 给我快去救火 快去快去救火 来来来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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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够奴才 何爱卿 这堂上如此昏暗 刘路官竟然没有认出朕来 这可怎么办 他连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啊 那 那只好 只好让刘庸下堂结价 这万万使不得啊 皇上 那他万一要是动起刑来 那你我 皇上 朕现在堂上无人 不如趁早溜走 怎么个溜法 皇上放心 路曾最善于此道 皇上 小兄弟辛苦了 都是你们找的事 有点下意思 去 收下 没你的事 放我没妈 放你 我这个没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 可是价值连城 我这个人心眼软 看不到这个 放你们走 行 好 回来 你得把我捆起来 为什么 等我们老爷回来 我好交差 快快 拿条绳子来 快 快 你快点 好 好了 快 往上 来 来 来 喝杯酒 压压惊 来 喝吧 别再哆嗦了 别再哆嗦了 慢点 瞧一下 大人 大人 皇上和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 正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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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张超 带上几个人去追追 岳长大人 岳长大人 您别再吓我了 岳长大人 刚把他们给放了 您再让我去追他们去 岳长大人您饶了我 岳长大人 饶了我 谁让你真追 你做做样子 让你做做样子 罪犯逃走 还有不追的道理 对 张超 跟我带人去追 小心 这 这 这 那你歇会儿啊 这好帮你咱 这 谢谢 我这 你干吗 不能冲上来 你看 怎么走到这儿没影了 就是 这儿有个鸭棚 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 往前追 走走走走 快点 来 好 走得好 不在那里 走不在这儿 走不在那里 走出好 咱们得走这边 行一会儿 前四 皇上买醉 你怎么打了 皇上 你让皇上打出来 刘庸 是巡抚大人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 凶手已经抓获 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大人 您冤枉我了 我昨个正在审问 突然后院起火 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 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本官命你 重速将凶犯汇成肖像 张天愚各城门要道 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大人 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 站住 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是 你是当代书画明讲 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大人 大人误会了 我是夜晚审问 只点了一根蜡烛 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 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 站住 待会我禀明圣上 看你怎么说 禀明圣上下官倒是不怕 你敢藐视圣上 不 大人误会了 您要是禀明圣上 我想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 咱们走着瞧 大人您先过桥 我就无信走不倒你 您再过桥 臣刘国太参见皇上 孤皇万岁万万岁 平身谢万岁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 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 臣有一本 且奏来 臣要参江宁之福留拥一本 爱卿如实到来 启禀皇上 臣之七弟未迎圣上出力不少 臣正背下一份奏章 皇上想在圣上面前替他讨个封意 你七弟靖神名谁 他叫石靖虎 你要替他讨个封意 皇上圣命 臣正要起奏万岁 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 刘庸 他明明将犯人抓获 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 又将凶犯放逃了 刘庸 皇上 臣在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 启禀皇上 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 只是臣敢去救火 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我让他把凶犯会成图像广为张贴 限他三日之内捉拿归案 皇上 臣是丙竹夜审 无法确认凶犯模样 所以难以会成图像 江苏巡抚 臣在 依你这么说 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 臣以为是 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 你知道吗 启禀万岁 七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 臣不甚明了 只是光天化日之下 盛驾降临之日 竟敢将人打死 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抓住 这两个贼人 臣以为非凌迟处死 否则不足以凭万民之怒 何大人 您着凉了吧 齐祖皇上 江苏巡抚和江陵之府 此来是为了半嫁去视察何物的 请皇上起嫁吧 百嫁 乍 圣上有旨 百嫁将鞭 好 好 这河堤固若金汤 毅然已成毕住之事 皇上 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 可以高枕无忧了 叶青 臣在 儿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 启奏万岁 江南皆是这等河堤 微臣牢记圣训 年年奋战修堤不止 今年闻训皇上南下万民沸腾 又新造河堤一千三百里 较去年多了八百里 这江南滨河嶺海 何物事关重大 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 叶青办事得利 功绩斐然 既可以堪称巡抚楷模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 圣上历经图治 素叶勤念 何物大事 功身亲礼 此乃圣上的功德 如此经营 江南便可年年丰登 永无水患之律了 皇上圣明 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 圣上此功亘古皆无 令千帝识色 爱情言过了 朕不过是敬天孝族 尽求治理罢了 启奏万岁 叶大人所报不识 请圣上明察 启奏万岁 刘庸至何不利 臣多次斥责 他怀恨在心 见机中商 请圣上明察 万岁 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 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 均以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 若按叶大人 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 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 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 恐怕已连绵到京成了 启奏万岁 臣现有各府先报得述册为证 巨石上报 绝无丝毫妄言 柳柳 臣在 你此言可有实据 臣只是按理推断而已 若按常理推言 先祖甲锦师三人不满百 却收拾经欧一统还宇 岂不是神话一般 天下万事 只要上乘天意 下应民心 断无半不成之力 再者先帝南巡治河以来 百姓踊跃 一依当时 岂能按常理推论 臣罪该万辞 朕问你 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仅二十里 身为知府 上任数月毫无建树 却自是聪明 妄加断言 本当重办 朕念你出犯 罚你一岁俸禄 一事惩戒 臣谢主龙恩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你这人呢 实在 岳掌大人 实在不好吗 太实在 岳掌大人 先看 地方官员为营嫁之事 贪图虚滑得比比皆是 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 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 这可怎么得了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的多了 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 查他个清楚 否则这虚华之风日甚 老爷 我看你就省省心吧 不行 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 否则是空口无凭 纯粹吃饱了唱的 圣上驻碧江宁 原定道成法会明日便要举行 圣上亲戚礼佛参禅 此乃皇恩后家山门殊荣 无奈我年岁已迈 耳聋眼花 万般无奈之好 涉谈汴京说法 则取通晓内典 神通公案者代老那接驾 一皆燃眉之急 来 先生 请回吧 我 我是来进乡的 明日皇上驾临 乡客一律免进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的吧 先生 请进吧 五四百两 你呀 就听他犯物吧 好谢了 这边停 干什么呀 坐下 剃头 什么 先把辫子搅牢 这位师傅 我到这来是找朋友的 我何以要入空门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 你情愿先入空门 明日迎候圣上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 我连认识都不认识 我何以要入空门 那两位已立了字句 四百两银子都拿走了 四百两银子 对 这四百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 你就是当今天假和尚也行 不 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 我全都不当 再见吧 您 来呀给我揪住 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将军之府 你是将军之府 我还是当朝国师 你以天性聪慧 既知经史又同内典无人可敌 替老衲接驾参禅 非你莫说 这万万使不得 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 你既以剃度便是以佛门有缘 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 我说李静 李静 阿弥陀佛 你怎么也缺银子花 缺什么银子 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脱皮无赖 把我摁在那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 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 六星 来 到柴房一去 好 前头带路 走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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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给老爷叩头了 起来吧 谢谢老爷 老爷 怎么那么面熟 好像在哪见过 屁话 你怎么会见过我 想起来了 那天你领着小白脸杀了那个小霸王 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鸡相遇 我会杀人吗 该死 奴才 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 大人恕罪 好了 你准备准备 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 让她当面给皇上弹唱 我替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 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 天大的福分 不过此事干系重大 不可泄露 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老爷 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 放得天大的福不响 我偏心惦记着那个李靖 我磨破了嘴皮子 她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 李靖 李靖是什么人 那是个穷酸的共赏 为了筹集赎银 李靖在金三寺当了和尚 什么事 老爷 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 等圣上一嫁之后 他还要魂死他 好了 我知道了 这样 你回去好深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 我只会让你这个银红绝了此念 谢谢老爷了 走快样子走 是 什么玩意儿这是 和尚放敬 恭迎圣上 和尚放敬 恭迎圣上 光 和尚错了 你的头不是法庆 法庆不是你 为何出生 他是斗皇上高兴 和尚没有错 是扇子错了 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 没扇子便是头 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 这不关扇子的事 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 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 扇子让他出生 他便出生 这不是扇子的错 还是法庆的错 和尚的确没错 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于你吧 是法庆 是法庆 怎么不守法了 和尚错了 皇上请 是法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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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庆